正好剛看到的是NHK的專題報導 而昨天這個德國資深專訪馬英九 也引發了選前的政治攻防跟衝擊 對馬英九真的很 真的很 美國終於出手戒選了 這樣選戰前半段 有美國線人CIA線人朱立倫戒選 後半段有馬英九戒選 搞了半天馬英九是美國的人 昨天這件事情太荒唐了 馬英九接受德國資深專訪 要求大家信賴習近平 統一是可以接受的選項 厲害賴清講信賴台灣 馬英九主打信賴中國派 而且更狠的部分 是接受德國資深的訪問 你搞個忠實聯合風傳媒等 標題還可以溝通 內容還可以溝通 可是德國資深連橋都沒得橋 這東西就出去了 而且中英文全球關注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整個國民黨 一團亂 為什麼一團亂 因為最新的消息 這個國民黨選權之業 決定不要馬英九了 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現在切割來得及嗎 有些事都是反走過 必留下痕跡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7月23號中央社的新聞 侯友宜說什麼 兩岸路線尊馬 侯友宜在馬英九的既有經驗下 往前走 馬英九也知道侯友宜會簽個他 所以趕快在今天各大報 登了這個集中選票支持侯友宜的這個 看板廣告 這是在三大報上面有的 中史跟聯合都有啦 自由我覺得應該沒有 我沒去看 台灣人要和平要繁榮 不要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集中選票支持侯友宜 支持侯友宜 這是馬掉 可能編審說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買 因為這報紙上出來的 那總而言之 言和總之就是馬英九 去支持侯友宜嘛 對不對 那支持侯友宜狀況是什麼東西呢 你沒有辦法切割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公開在這邊建議國民黨 國民黨最近很多人呢 對於這個蔡英文跟賴清的 和拍的在路上 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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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公開建議公開建議 侯友宜跟馬英九 也可以拍一個在路上 接班馬英九 哇看一下 大家民眾的反應是讚還是不讚 那點閱率呢不用擔心 中國網軍會幫你灌 應該是一千萬起跳 所以現在很慘嘛 這個侯友宜被馬英九 這個搞到 咪咪咪咪咪咪嘛 那這個時候呢 金甫聰當然要跳出來救駕囉 金甫聰呢 這個川耀哥最了解 他最會的叫做狗皮藥膏戰術 或是模仿戰術 過去就這樣 對方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就是說跟在對方屁股後面 金甫聰自己講的 那最近呢 賴清的跟蕭美琴 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 今天一早 那個蠔友宜跟那個誰啊 趙超康 也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 可是這國際記者會厲害 14分鐘消音 14分鐘消音 這個太厲害 這個太厲害 而且他們自己直播消音哦 對啊 他們如果是電視台 這一個剛好工程出差錯消音 他們還會說民進黨綠共治國 然後NCC介入大選 然後NCC這個獨裁把他們消音 結果他們自己擋部 把自己消音14分鐘 就不能怪別人 我跟他報告 有人不太了解這個流程是什麼 像我們最近搶救王一專全台走 我們也都直播 直播加上叫共訊 就是說他會自己擋部 有一台機器拍 那所有電視台其實是接你的訊號 你怎麼會16分鐘沒聲音 沒有人去處理 我講句難聽一點 我們講就玩一專環台 有網友說聲音小 馬上就要處理了嘛 你一個執政黨的總統 不是 一個台灣最大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 選舉剩兩天 直播16分鐘不處理 他怎麼不是林濤公布 羅智政照片的時候消音 對不對 怎麼不是講一些有的沒的說消音 是好有意 照到剛剛開國際記者會消音 後來搞一半年我想懂了嘛 此時無聲勝有聲嘛 對不對 你硬是要叫創陽哥模仿金城武 怎麼辦咧 創陽哥只能戴頭套模仿啊 一樣啊 你一樣侯友宜跟照照看模仿 蕭美琴怎麼辦 消音嘛對不對 你聽不到聲音就沒辦法說像不像啊 對 對不對 這其實不是靠化妝可以搞定的嗎 對 那知道消音嘛對不對 對 叫李正浩我模仿梁朝偉我怎麼辦 我背對著模仿你總不會說不像了吧 對 對不對 他只能這樣啊 這是很誇張的事情 這是完全不合理 一個國際記者會 不要講國際 國內一分鐘 不要講一分鐘 10秒鐘沒聲音的時候 就喊咖了嘛 對 我在這邊講講麥克風掉下來 導播會說什麼 會說趕快卡 趕快卡拿起來啊 趕快排除啊 呼籲到什麼狀況16分鐘排除不了 奇怪呢 所以他整組團隊都壞掉嘛 不是他就故意的 我跟你講 你覺得是故意的 此時無聲勝有聲 裡面沒有聲音嘛 你不然你怎麼解釋 有可能一個國民黨會慘到 14分鐘直播聲音 他搞不定 這要嘛就是CIA入侵嘛 對不對 要嘛就是國民黨自己此時無聲勝有聲啊 我不相信有什麼突發事件是搞不定的 而且都很專業天天在直播的嘛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國民黨的戰場是真的是整個亂的 方寸大亂 那狀況是這樣子 對於很多人都來問 到底這個民進黨到底氣勢怎麼樣 或台派氣勢怎麼樣 其實昨天呢 這個搶救王一川來到高雄嘛 導播如果有畫面就落在旁邊 沒有沒關係 就昨天這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我先強調 不要用貪食蛇來形容 貪食蛇這是這個對我們一個侮辱 它是個過氣的遊戲 是個會game over 有些要穿流是要不行 昨天王一川跟黃捷在路上 那個車子的人這是其中一張 這是另外一張 是看不到人的 那到底有多少 就畫面這個車對 對這個畫面這個車 你看這我提供給美女是轉彎的 因為很多藍白粉說 啊就堵車你在那邊講 可是堵車不會我右轉跟著轉嘛 而且我右邊是有流通道的 他是可以超車的 對不對 為什麼我右轉他們全部跟著轉 那就是貪食蛇 就是這個川流就跟在後面吧 而且我還有把這個影片看完 我有注意到後面跟中間 其實很多的摩托車 上面都還有人在後面 舉旗子跟勘返 那就是自己人嘛 為什麼我剛剛一開始是弄轉彎的 你看轉彎說沒有一台走嘛 所以實際上現場你知道有多誇張嗎 多誇張 現場王一川在現場 很多時候為什麼不出空拍機 因為晚上市區空拍機要先申請 所以比較易比較易 我們西洛大橋有出 王一川在高雄大力百貨 他往回看車子還沒過愛河 很誇張啊 有一個路口兩個路口三個路口 這一段距離是一公里多啊 所以這是很誇張的事情啊 所以現在對於兩邊我坦白講 我不要說是黃捷的功勞 我也不要說是王一川功勞什麼 我坦白講就是現在有一方的氣勢 最後是被馬英九搞破了 另外一方不管是多重因素 中國的威脅馬英九等等 他的氣勢起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嘛 只是他用搶救王一川的形式 來出來了嘛 所以現在這個東西他會外溢到什麼東西 外溢到除了立委總統選戰之外 還會外溢到立委選戰嘛 總統選戰我基本上可以說game over 我基本上可以說game over 你馬英九不計出真的是game over了 可是立委選戰會有一個新的戰場 就是搶救王一川 這個所謂的立委的狀況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什麼 談徐耀昌嘛 徐耀昌這邊文章昨天全台引爆 王一川收尾後就看徐耀昌的臉書 徐耀昌臉書很有趣 他說多年前的一個颱風天 我剛就任苗栗縣長的時候 因為財政的窘迫 我帶著苗栗縣各處私同仁北上行政院 向國民黨求助 結果呢國民黨的人說一句叫做說 我又不是做仲介的 同黨執政下的行政院 又一句冰冷的客語 為苗栗畫下最後句點 很有趣喔 因為當時的格魁是毛治國 毛治國是不是會不會講客家話 我不知道 跟毛家應該是客家人 所以他這邊刻意想一句 一句冰冷的客語 讓苗栗最後出爐畫下句點 很有可能就來講毛治國 就算不是毛治國 毛治國那時候也是格魁 我不知道 但重點很多人都看這篇 看這一段跑去訪問毛治國 其實不對 這一篇臉書的重點在這一段 委屈了韓淚投票的鄉親父老 台灣的每一寸土地 苗栗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個將為故鄉長大旗的人 我都遼落執掌 因為我投入立委初選 我希望苗栗有個清廉 真誠的來因代曆士 我了解這塊土地上 每個人的故事與歷史 有的人的年少無知可以被原諒 被檢視 但是有些人不行 因為他們的背景太過沉重 無論放在過去跟未來 都很致命 關鍵在這一句啊 他挺國民黨 他挺民進黨沒有幾票會轉嘛 可是他講的事情是 苗栗每一個長大旗的人 他說遼落執掌 有的人過去年少無知可以被原諒 被檢視他講中東警啊 有的人不行 因為他們背景太過沉重 無論放在過去跟未來 都很致命 他講誰 講邱振鈞啊 這句話才是重點嘛 邱振鈞被我踢爆嘛 當憲兵的時候 四個憲兵圍毆警察嘛 然後被曾文玄踢爆嘛 阿帕氣嘛 毒哭嘛 對不對 他講這句話嘛 所以現在這個選戰戰場是來自於什麼 從總統大選一路殺到所謂的立委的戰場嘛 在立委戰場之外 國民黨提的牛鬼蛇聲 只有邱振鈞嗎 有一個更酷的 我們導播放出來 有一個叫做軟後決的 軟後決更酷 他在當政場的時候直接繞人了 說把阿浩抓出來 你重點啊 你重點啊 打就打啊 沒辦法 哦 要敲來敲啦 哦 這個真是厲害 這大流氓啊 當美猴振 然後他旁邊跟阿弟啊 凶殺案在坐牢 另外一個呢 那個詐欺在坐牢 哦 超級大尾 軟後決啊 哦 國民黨的牛鬼蛇聲 然後這個是國民黨的候選啦 對 哦 而且是此時此刻哦 好 叮叮叮叮叮 不要這樣啊 你重點啊 你重點啊 人在對 說你公司 北九阿浩抓出來 然後把那個阿浩把我抓出來 看到那個阿浩 然後打就打了 沒辦法 有夠強 哦 這個真的有夠強 嗯 超級厲害 然後軟後決呢 被子儀是兄弟的時候 說身上都是刺青的時候 你看有多兇 嗯 要活就要動 怎麼動 打人就是動 然後呢 他 然後到哪裡 在公司 公司什麼就堂口嘛 對不對 然後直接罵了 被子儀是黑道 全身刺青的時候 他在他自己的廣告上 公佈說 對啦 我有刺青 可是我刺的是中華民國 嗯 刺的是中華民國 跟黨輝 好 但我一看就覺得怪 為什麼中華民國旁邊有龍 嗯 中華民國旁邊有雲啊 為什麼沒有龍 後來發現這叫刺青術語叫什麼 叫改圖 嗯 他原本是龍 嗯 後來呢 子欣跟他打包帶大臉 你看這中華民國後面是有這個圖案的 他是壓上去的 嗯 後來補製 嗯 改圖 你看 這個黨輝也是 他被用這邊 他壓上去的 嗯 這叫改圖 不然是龍 被人家懷疑了 也沒辦法 他只好脫掉 自清 是那個自清之前先去吃一個國旗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那個龍啊 龍是咬到國旗裡面的啊 嗯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那個雲是 一般不會這樣刺嘛 所以國民黨這個牛鬼蛇身 是很多嘛 那當然還有謝一鳳啊 什麼張那個張志的什麼就不講 我的意思是說 當國民黨的立委對這樣推出來的時候 也很尷尬嘛 所以國民黨在這時候抹黑戰術 好 一日一記者會或藍軍 最近最新的是什麼 最新的是這個士林北的侯漢廷 公布了這個民進黨內部的借選文件 公布一系列的文件說 這個民進黨要求政府 行政院來介入選舉 然後公布了民進黨內部的這個文案什麼東西 老公你借選 不要那麼粗糙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有人在文件上打統編了嗎 統一編號76905744 我打統編幹嘛 又不是要報仗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台灣有人講正情嗎 我們講愚情好不好 第三件事情 每次叫你改簡體制都不改 論述是這樣寫嗎 然後也不校正賴清德 我們再大臉怎麼變賴秦德 字也不改 然後分旗 我們能分旗的旗是這樣寫嗎 不是王旗山的旗你把敗頭起來 然後更扯的事情是 這個是內行人才知道 一三哥已經懂 他寫這個民進黨 中央政政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北平東路 台北市北平東路 三十號 有人會這樣寫民進黨地址嗎 一三哥 不會 因為那棟大樓 不是民進 奈棟大樓 對不對 一定要寫樓層七樓九樓或幾樓 因為站在老共的眼裡 我執政黨的中央黨部 理所當然 三十號都是我的 你怎麼能夠想像 此時此刻 不管是我 卓冠廷 秘書長 民進黨立法委員 去民進黨 不管是開會或開記者會的時候 要像個普通人家在一樓 跟大家一起排隊 等電梯 因為那種大樓有補習班 有火鍋店 有一般的公司行號 大家要排隊等電梯 讓保全按 然後我們還一起擠電梯 這是老共想不到的 所以老共才會寫到 北平東路三十號 他不寫樓層 因為他沒辦法理解 民主的政黨 是沒有人有特權的 這就厲害的地方 好 他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家大業大的民進黨 目前還沒有自己的整鬥 對還只是幾層樓而已 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還要排隊 跟一般普通的上班族一樣 不管是立委委員 李正浩你再紅 抱歉後面排隊 還要擠 抱歉抱歉借過 他沒辦法想像 所以他只好寫 北平東路三十號 他寫錯了 所以這一切都是漏洞 然後侯漢廷厲害 還記者會 說哇 民進黨這個戒選啊 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狀況是這樣子 看起來選舉沒剩幾天 可是不管是中國的力量 美國的力量 以及台灣內部 這個反民進黨的力量 其實我覺得動得很兇 可是看起來都是三腳毛功夫